好的,上一次我们讨论了政治自然法,当然是从一个视角,就是从俄国战争的视角,上次讲的有点久了,后来也没有时间讨论。 不过政治自然法和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话题,社会契约是紧密结合的,所以说有些,可能有的同学没有上次有问题没有问的话,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这个我来之前的折腾了半天,想把我的一个研究成果给放下来,是一张表,但是后来弄了半天没成功,就是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个政治自然法这个概念,我们今天后面也会谈论,谈论到。 这个就是我对1800年以来,就19世纪以来的有388场内战做过一个统计,就是探讨这些内战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些内战的原因呢,你会发现主要集中在几个领域,那么族群平等我们上次重点讲的是特别多的,族群平等,地方自治, 那么最多的一个就是民主,民主这个概念比较宽泛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因为没有民主,或者在民主化转型过程当中发生的内战,包括乌克兰也是这样。 俄罗斯也有俄罗斯自己的内战,比如跟车船之间的这个领土争议,那还有些战争是起因于比如说这个宗教信仰的不宽容,或者是对宗教特权的一些争论, 因为教会想要维持自己的一些特权,尤其是拉美国家从中世纪转变过来,那么进步派和改革派呢,这个不同意,那么最后的话,政治斗争就升级为这个战争。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政治自然法,就是上面我讲的这个388场内战,其中也包括很多中国的内战,都是因为一些基本的政治法则没有被遵守。 那,然后呢,这些国家或吃或早就都会继续内战,上次我也对大家提到,就是康德曾经写过一本小册的叫《论永久和平》,论永久和平,那么,他其中就发表了一个非常,现在,对于现在来讲是很流行的观点,但在那个时候他是第一个提出, 然后他这个观点,其实跟他的道德哲学没有太大关系啊,但是可能他的道德哲学不一定真正证明了什么东西,但是他的民主和平论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精辟,因为现在这个国际关系领域有一个通行的理论,就是民主和平论,或者说呢,更严谨一点说呢,就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战争, 那,而且康德在《永久和平论》里面,他篇幅不大,但是他用极端话呢,把这个逻辑论证得非常清楚,这个简单的逻辑,其实我让远河呢,给大家预习了这个,我以前的几篇东西, 其实我在,我应该是在15年的时候,还写过一篇这个短的评论,就是这个讲这个问题,上次讲这我也提到为什么俄罗斯仍然是个战斗民族,但是日本已经不是一个,我们宣传上经常讲的一个什么侵略, 啊,诚信的民族,这,这主要是取决于他们的制度,那,民主制度,那么,这个,国际关系领域的这些,呃,形成了这个通时所说,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当然,这个,民主和专制国家之间还是可能会发生战争,啊, 然后专制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战争,是不是啊,而且不只是这样,不只是国和国之间会发生战争,在这个国家内部,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有争议,应该说比这个,就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和平论争议更大一些,就是国内,这个内战是怎么造成的,啊,那么,有的这个学者认为呢,这个内战呢,是因为经济因素造成, 那,实际上,呃,我很快要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之前已经做过一个讲座,就是对美国内战的这个原因分析,呃,美国发生过,迄今为止发生过,唯一的一次内战,就是这个,这个南北内战,1860年代的这个南北内战,对吧,南北内战,那么,有的学者,呃,尤其是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呃,呃,他主要是因为南北之间的贸易, 冲突引起,那我认为不是这样,他根本上,还是因为,呃,美国的这个奴隶制造成,虽然北方,这个跟南方打仗,呃,实际上是南,南北首先,宣布独立,然后打起来,呃, 嗯,虽然这个战争本身,并不是为了解放奴隶,因为双方都是白,主体都是白人,北方也有少数的黑人参加,是吧,呃,呃,这个,虽然北方的,白人并不是为,纯粹是为了解放,南方的黑奴,而和南部打仗,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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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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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东部,敦巴斯这个地区 乌克兰这个政府军之间的战争 当然当时没有把俄乌战争给统计进去 这当然也不算是一场内战 但总而言之 这就是政治自然法所说的 就是统治一个国家是有基本规律 如果你不按照这个基本规律走 那么这个国家迟早是会倒霉 倒霉到最后会怎么样呢 到了极致呢 就会发生内战 那么这是我们在对19世纪以来的 388座内战所进行的一个原因分析得出的结论 所以一个国家的治理 它要按照政治自然法来统治 但政治自然法它只是一种法则 是吧 这就像一个客观规律 或者是由我们普遍人性所决定的一种规律 它摆在这个地方 中不中同规律 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对吧 有的国家主要是指限制民主国家 能够主动的去遵循这些规律 所以说它们会平安无事 繁荣稳定 对于那些不那么幸运的国家 它不会去遵循这些规律 那么你就会发现它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从我们研究宪法的人来讲 它不是违背这个宪法原则 就是违背那个宪法原则 实际上这些宪法原则 都是政治自然法的一种体现 那么怎么来决定政治自然法能否得到遵守呢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话题 社会契约 那么这社会契约和政治自然法 都是18世纪以及18世纪前提出的一种理论 到今天呢 他们反而在西方国家衰落 就学术界不这么提的 尤其是从19世纪开始 是吧 这个19世纪以后的话 就是在法学理论当中 所谓的法律实证主义 就替代了这个自然法理论 当然自然法理论也有它的各种问题 这是为什么我提出的是政治自然法理论 不是一般的自然法 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去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跟这个自然法所相联系的是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从霍布斯 差不多是17世纪的理论 17 18世纪 那个时候正当红 就是欧洲国家 但到了19世纪呢 因为所谓的浪漫主义运动 主要是起源于德国 浪漫主义运动 实证主义运动的兴起 社会契约和自然法有衰落 那我认为这是个错误 它的衰落是个错误 而且它的衰落直接造成了我们上次 简单讨论的一战和二战的兴起 自然法 虽然自然法理论本身有这样的缺陷 但是自然法尤其政治自然法是不可忽视的东西 你要忽视的它 那么可能不仅是国家 乃至于整个世界都会出问题 到今天的话呢 像社会企业啊自然法啊这些东西 你跟这个西方学者谈论 他们都会点点头 但他们不会当真 必须要了知 我觉得这都是过去的 过去的 这个比较 这个简单的 乃义的理论 似乎 我们今天已经有更复杂的东西了 其实这不是这样 西方主要就是欧洲美国 包括小日本 完成了民主转型的国家和地区 他们不谈社会契约或自然法 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然法 他们有了社会契约 但是呢 他们可以就是说 享受这个东西 但是 不去 就是不把它给挂在嘴上 知道吗 那我们还没有完成转型 我们就不能 不去认真的对待自己 政治自然法和社会企业 那么十九世纪也正是因为自然法 把社会契约理论的衰落 我想至少部分的是因为他们的衰落 后来就造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这种大灾难 世界性的大灾难 那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 西方国家 对吧 二战以后 那么他们 这个 基本上都走上了限制民主 他们可以不把社会契约当回算 当时后来1971年 罗尔斯发表了正义论 似乎呢 社会契约又有回潮的趋势 但我个人认为 罗尔斯的社会企业是不成立的 不成立的 今天当然我没有太多时间去讨论这个问题 关键是自然法和社会企业 都是帮助我们去解决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知道吗 那么 如果你这个国家已经完成了民主转型 已经走上了限制民主 那你已经不面 并不是面临生死存亡 你面临的就是一些小家必育的问题 就是国家福利发多少 发多了会不会国家财政维持不下去 会不会养懒汉 当然 这个问题 它不是关系这个国家的体制性的问题 系统性的问题 而是一些细节性的技术性 所以他们可以不在乎社会契约 但我们不能不在乎 那么这个社会契约实际上是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利益 而是西方也不能讲他就能不在乎 知道吗 他不在乎是一个错误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就比较危险 从20年的大选就可以看到 他的社会企业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破裂 那我这方面我也写过文章 如果说有同学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让这个缅和老师发给你们参考 那我这个套用 没有叫谁啊 托尔斯泰的话 他的这个战争 与和平一开始说 这个就世界上 幸福的家庭都有同样的幸福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对家是这样 国也是这样 世界上幸运的国家 他幸运的是有原因的 知道吗 不幸的国家也有不幸的原因 那么幸运的国家为什么他幸运呢 原因就一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全套政治自然法 他都能够有意或无意的去遵循 因为他围绕这套政治自然法 形成了一个社会企业 那不幸的国家那就各有各的不幸 为什么各有各的不幸呢 因为他不是违反了什么 这个宗教信仰自由 违背了政家分离 就是违反了族群平等 或者违反了一人一票 总而言之呢 这些国家没有就这一套政治自然法则 形成社会企业 所以他不是出这个问题 就是出另一个问题 最后某种意义上 也是苏多同归 就是发生这个国家 发生灾难是肯定的 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道路 不同的路径发生灾难 最后的灾难都是差不多 都是基本上免不了要内战 所以说这个社会企业 是决定这个国家命令的基础 当然我们这所说的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本身作为理论 这传统理论也有很多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我提出的 这个尊严企业论 只是为了表达了跟以前的社会企业 有一些这个方法论上 概念上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以前的社会企业论 都认为这个社会企业是任何理性的人 都应该遵守的 我也同意 任何理性的人 在权衡自己的长远利益之后 都应该接受这一套社会企业 但是呢 你不能否认 这现实当中肯定会有人不接受 不管你这个社会企业是如何的理性 如何的符合诚实 那肯定有人会不同意 甚至会有人不同一加一等于二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我们只能指望 这个社会相当多数的人 有足够的理智去接受社会企业 并且通过国家来实施这套社会企业 那就是我们的宪法 就是他们要求这个国家 要求遵循社会企业当中的那些基本法则 也就是政治自然法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国家很不幸 这个国民素质 所谓的国民素质比较低 绝大多数国民 对社会企业 无知无觉 拒绝接受社会企业的基本要素 政治自然法则 那么它就不可能维持繁荣稳定 不可能维持繁荣稳定 这个我们后面也可以讨论一些中国 为什么这个比如说经常讲的有宪法无宪政呢 中国为什么没有司法审查 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宪法规定落不到实处 实际上归根结底最后都归结为有还是没有社会契约 这也是为什么上次我一开始提到 宪法不是最重要 社会契约原理宪法重要 没有社会契约 你有宪法也没有用 当然反过来讲 有的社会契约 甚至可以不要契约 当然 应该还是要有契约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 有一些反例 比如英国 它没有成为契约 但是因为它有社会契约 所以我们能看到 它没什么事 好 社会契约的一些 基本的支持 我们今天肯定没有什么时间去 展开讨论 到目前为止 就是比较 社会 就是在这个思想界比较流行 比较得到普遍承认的 有四种社会企业论 我这大概把它分尊类 霍布斯的专制企业论 洛克的自由企业论 你们说的平等企业论 和罗尔斯的正义企业论 实际上罗尔斯的正义 所谓的正义企业论 某种意义上也是平等 也是平等 那么这个四种社会企业论 不全都成立 我认为后两种是不成立的 如说和罗尔斯的社会企业论 不成立 那么 那么 霍布斯和罗克的社会企业论 虽然 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但是 这个 总体上思路是对的 我就不多展开了 好吗 那么 这个 如说的社会企业论 我给你们提供的一篇 这个背景阅读呢 就是提到这个方法论的整体主义 如说的社会企业论 卢尔斯呢 在不同程度上也有这个问题 那就是 他们没有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 而是诉讼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 那么受如说这个错误的社会企业论影响 法国革命本来是一场自由主义革命 最后短短几年走上了 暴政 那么我们都知道 法国革命是1789年 然后产生了一部最大伟大的自由主义文本 那就是 公民与人权宣言 对吧 人与公民权力宣言 人与公民权力宣言 那么这个 人权宣言本身 是自由主义的 但那是1789年 结果到了1793年 短短三四年时间 那么雅各兵派就通过暴力革命 掌握了政权 这具体的原因呢 我就不详细分析了 大家可以参考我的那篇文章 其中呢 讲到就是 如说的公民议论 对法国革命走向暴政 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为如说所说的公民议 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我把它称之为是一个幽灵 因为做一个整体主义概念 什么是公民议 就和我们讲的 比如说国家利益 是个人利益 或者个人利益 或者个人利益 它到底是什么 它就是个幽灵 它实际上不存在 它实际上不存在呢 但是呢 结果 阴差阳错 这个国家的人 都 不仅不知道它是错误的 而且都把它当作 是甚至到真理来接受 那问题就大了 对吧 那么这样 最后 它不仅没有让国家走向自由 反而是走向了专制甚至极权 法国实际上还算 比较幸运 当然这个原因也比较复杂了 就是 它这个国家呢 产生的社会契约论 和这个政策理论 实际上是非常有派的 但是 它自己受害程度 它也受害 但受害程度 不是那么严重 但是它把这个理论呢 扩散到全世界其他地方 到了比如说俄国 到了中国 到了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那就正是维获惨烈 因为 这种整体主义的 概念 实际上是为 极权主义 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 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 通过这种虚构的整体 比如说公义 吞噬了实实在在的个体 个人意志都不重要 那你要问卢说公义到底是什么 他说不清楚 他说不上来 他最后就自己的速度诡辩 对吧 那他也知道公义实际上 是一个不存在的虚构 你比如讲在一个议会当中 讨论某一个具体问题 尤克兰议会 讨论要不要 对俄罗斯面对俄罗斯武器 到底是投降呢 还是 这个 这个 要战斗 就跟中国以前 朝廷 组合派 主战派一样 对吧 投降派和主战派 那这个肯定是 有的人主张 要投降 有的人主张 要打 对不对 那到底那两个哪个是公义呢 比如说这一百个议员 九十个主张要打 这十个主张 这个要投降 那来到这九十个 就代表的是公义吗 这公义它是个整体 那么你要问他 在这个整体当中 少数意见和反对意见 它是个什么角色 它发挥什么作用 如少会简单的讲 这个少数意见 它就是错误 可以忽略不起 对吧 那这样就很成问题的 那如果说 我这次投票 不是九十对十 而是五十一对四十九 那我站在 B厂A 这五十一块在B厂A A就是公义 B就是错误的 但过了两天 这可能 这两票反过来了 对不对 B乘了五十一 A乘了四十九 那你怎么办 那B又成了公义 所以他这套理论 完全是讲不通的 但是很不幸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欧洲 俄罗斯 包括后来的中国 都接受了整体主义 而且我们实际上 对整体主义 所以仍然没有足够的 轻奇的反思 那么 建立在整体主义 幽灵至上的社会企业 当然本身就是子群烈 根本是不存在的 它不会 让这个国家走向自由 而是反过来 会帮助独裁者去 以什么公义 或者是什么国家 以国家人民的名义 为借口去窃取国家权利 那么整体主义 对中国也是危害惨烈 是吧 我们的这个计划进行 人民公社 不过现在计划还有啊 这个土地的公有制 实际上都是建立在 整体主义的基础之上 因为我们的土地 对吧 计划第十条 说这个土地啊 它不是私有 是公有 公有有两种形式 或者是集体所有 或者是这个 全民所有 就是城市土地 全民所有 那全民指的是谁呢 那全民照理说呢 那就是全体人民 十四亿全体人民 但是 你们现在在上海 对吧 你们对脚底下这片土地 你说有全 由北京人 由这个 海南人由这个东北人来决定 你这个土地的用途 可能吗 这不可能啊 这就是 这就是变成一种红扯 对不对 甚至在这个 这个农村 集体土地 什么叫集体呢 就是村所有 村所有 也不好所有 对不对 那就是我经营的这片土地 你说 我平时在经营 但是呢 它也不属于我 它属于全 全村的人 那全村的人可以来决定 我这一片土地的用途 至少 理论上是这样吧 那我们考了这个 就是什么 家临联产承包 责任制以后 那么等于是 变相的把农村土地 私有化 对吧 也不叫纯粹的私有化 但它仍然会 不断的产生问题 尤其是会帮助村 主任啊 村书记啊 来这个 侵犯 农村的 农民的 这个土地利益 对吧 那我们看到就是 农村促进不光的事 很大程度上 就是跟 它的土地 集体所有制有关 那 那城市土地 全民所有 那当然问题就更大 对不对 那么 就是 从这种 这个整体主义的 比如土地概念出发 它的 展现了一个很清晰的后果 就是 这种 整体主义概念 明义上说 权力是属于人丁所有 实际上是人丁所有 谁都不能 宣称 这个 我有什么权力 就如 我不能够宣称 我脚底下 这块土地 有什么产权 一样 所以 权力所有就变成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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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无人所有 无人所有 又变 很快又变成什么 又变成了 这个 管理人 或者管制人所有 就变成政府所有 对吧 政府所有 那政府是谁 政府也不是一个整体 它也是人构成的 就变成了 主管的官员 所以 你看到 这整体主义 从我们的全省体会 都看到 对吧 就是它从 表面上的 公有 最后就变成了 官员 所以对这整体主义 概念一定要有清晰的认识 那么这个 当然不光是中国 或者 这个个别国家 任何国家 都是这样 那么 在外国委员 那么这种 整体主义的 这个 人民观 或者公义观 所造成的 这个 一个 一个 非常有害的概念 叫 制限权 最后呢 那这个 独裁者 他已经 就死掉了 查维斯 1999年 成功的夺权 并且摧毁了 韦瑞拉 这个 真正是 美利富豪的国家 美利富豪的国家 就他在拉美 韦瑞拉实际上 是 原先 是最富有 也是 这个 最稳定 最成熟的 一个人 但是呢 因为 这个 概念 这些 理论 或认知上的 错误 最后呢 造成了 这个 独裁者成功的 窃取的权利 自限权 自限权 现在也是 国内似乎 相当热门的 一个概念 很多 我看很多 尤其是青年 学者 经常动不动 就把自限权 挂在嘴上 任何这种 我们这个 清清热道 好像无所不为的 权利 大家要 理解 因为你们都是 学宪法 学宪法 要有这个 基本常识 这个 权利 越大 越高 那就越危险 自限权 被说成了 至高如上 不受限制 不可挑战 那一定是最危险 再把它当作是一个法宝 来使用 那肯定是违反 宪法 诚实 最后就是 出了 像维瑞拉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那也是 非常正常 可以说是一个 不然结果 我给你们的文章 应该也讨论了 维瑞拉 这个事情 发生了 分析维瑞拉 这个 宪法 是民主毁坏的原因 因此 这个 社会契约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一定要 有正确的 理解和愿意 如果说 你这个 社会契约概念 发生了 根本性的错误 那你还不如没有 因为你这个社会契约 只是一个虚假的社会契约 它发挥的作用 不是利 而是害 当然 这个 如果没有社会企业 如果这个不仅是理论上 没有 实际上也没有 像我们的情况 那也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 首先 没有社会企业 宪法 那我们讲这个 就是 社会企业或者政治自然法 是比宪法更高更基本的 那如果说你不承认他们 那你说 这个国家的最高法律是什么 那毫无疑问 那就是宪法 确实 在国家法律体系当中 宪法是最高的 但宪法最高 是不是在道德意义上 也是最高的呢 那我就不是这样 那原因 就是我刚才讲 有比宪法更加基本的东西 那就是政治自然法 因为你没有政治自然法 没有社会企业 宪法就失去了判断标准 这宪法 我们讲 经常我们讲这个 这个宪法是神圣的 怎么样 这样讲实际上 是不对的 宪法不是神圣为神圣 因为宪法是人治的出来 对不对 那咱们国家宪法就是 全国人大 1982年通过 美国宪法就是这个 1788年 那岁城会议55个人起草 然后呢 再交给各州去通过批准 那总而言之 它是由人起草 由人通过 对吧 那人不是神 你怎么 人是有局限性的 人是会犯错的 对不对 那你怎么能讲 宪法是神圣的 宪法肯定不是神圣的 当然 你要跟其他法律相比较而言 宪法可能相对更加神圣 那我们也都知道 法律 法规 任何的这个 政府行为 都必须要符合宪法 那这并不等于说 宪法就是一个 这个 这个 一贯正确的什么法导 宪法也会出问题 那我刚才给大家 提的这个例子 宪法第十条 就是规定 土地公有制 它就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宪法 不是不可能 作为人的产物 它不是 上帝的产物 它肯定是有局限性的 它肯定会有错 或多或少 都会有错 对吧 那么既然宪法 可能正确 也可能错 谁来判断宪法 这个 它的这种 正确性 那如果说 宪法最高 不承认 社会契约和政治自然法 那宪法就没有看出 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实际上 跟我们更加相关的 就是 如果说 没有社会契约 宪法实际上 是没有诺 因为 这个 所谓的宪法 是什么 宪法就是把这个 社会契约当中 那些最基本的法则 就是我 我说政治自然法则 把它给 变成文字 成文化 有些就是直接造钞 比如说 宗教自由 宗教分离 对吧 这些都是政治自然法 那你就直接放进来 平等 我指的是 消极力的机会平等 直接写在宪法里面就行 有些呢 可能还要 在加以扩充 把它 变成更加具体的制度 比如说民主 那民主肯定 也是政治自然法 之一 对不对 那民主 但民主有很多要素 因为周期性选举 那么要再写个选 但如果写了周期性选举 还不够啊 那选举怎么选 你到底是按照比例代表制 还是按照这个 选区制 对吧 所以它要更加具体 但是呢 最终它们要符合民主原则 所以 宪法无非是社会企业所 这个为老的政治自然法则的成文化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国家的人民啊 对社会 就不存在社会企业 什么叫社会企业 那就是人和人之间有默契 就是形成一个公守同盟 当你的权力被侵犯了 那我不会谈官相信 我会来跟你一起维护权力 比如说言论自由 是吧 这个 比如我们 我是左派你是右派 或者我是右派你是左派 那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但我们知道福尔泰说过 一句名言 叫什么 我可以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 但是我是吃死捍卫你的言论自由 那如果说政府来 这个因为你发表了某一个左派言论 政府不爱听 就把你给抓了 或者把你的微信给封了 那我不能讲 封得好 你发表的观点就是错了 对不对 首先闭嘴算了 那么到了政府来封我的时候 你也这么讲 这个是个右派反革命 对不对 它不能有言分析 那么这样 这个国家也不会有言分析 为什么 因为政府侵犯左派的言论自由 右派高兴 那左派的力量又不足以去制衡政府 政府打压右派的言论 左派又很高兴 所以说政府每当侵犯一种言论自由的时候 他都会有相当大的社会支持 他可以有恃无恐 那如果说 他不论侵犯谁的言论自由 我们全社会都形成一种共识 这是不应该发生的 我们一定要共同的抵制政府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我们一定要共同的抗议 那么这个时候政府就有压力 对不对 那么他这个时候就会 因为侵犯言论自由而付出的代价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在言论自由 这一个原则上 形成了社会契约 那么只有这种社会契约存在 政府才不敢侵犯我们的言论自由 那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社会契约 比如说这个微信 什么三铁阿富 每天都大量发生了 对不对 你们可以 同学们可以各自问问 我到底做法什么 对吧 不要说没有谁敢公开发生 甚至有的觉得 哎 封得挺好 自己人的言论不爱听 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这就很悲哀 这就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国家 不会有这种事 虽然他写在宪法第35条 白子黑子 对吧 但是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社会企业 因此 不会在社会上产生足够大的 道德压力 所以当政府的行为 危害切法的时候 它会激发足够多的社会抗议 就是这么说 我图理类推 比如说 宗教自由也是这样 对吧 那么中国是一个无神论 占绝对多数的国家 打压宗教自由 反正跟我什么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 那你就去打压好 那么这个 信仰教的在中国是少数派 你在分成什么基宗教 伊斯兰教佛教 那人就更少了 那么政府在打压 任何种宗教的时候 那社会都不可能产生什么 足够的合理 那么因此呢 虽然第36条又写了很明确 宗教信仰自由 实际上没有用 因此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没有社会情缘 宪法不仅没有判断标准 而且也会失去实际效率 造成什么呢 就是我们熟知的有宪法 无宪政 所谓宪政 就是宪法的原则 能够得到落实 他得到落实 为什么没有社会情缘 所以说 既然宪法是社会契约的成文化 它实际上就是社会契约的一个魔本 那么你现在社会契约本质不存在 宪法还有什么意义呢 宪法什么意义 这是为我解释一下 上次提到的 宪法其实不重要 或者不那么重要 我们真正应该更加重视的是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 必须是正确的符合常识的社会契约 而不是建立在错误的整体主义概念中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必须是真实的契约 而不是虚构的契约 传统的契约 从霍批道文说基本都是虚构 必须是经验的契约 而不是鲜艳的契约 必须是自愿达成的 必须是自愿达成的 所以有这么一些基本的要求 我这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 这个在我刚才讲到这个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一个非常能够检验社会契约思媒的 一条这个现行原子 1919年的时候呢 美国大法官郭姆斯在非常著名的一系列 底子真兵案当中发表的一个少数意见 那么他的这个少数意见呢 现在是等于是这个 当现成的主流意见 当时是少数意见 现在你去美国学系的这个宪法 读言论自由这一部分 那么每一本关于言论自由的书 都会引用郭姆斯的这一段 非常精密的少数意见 那么他的这个少数意见 就体现了什么呢 体现了英美的这个实验主义 和怀疑主义的一个社会企业的方向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是一种实验怀疑主义 的一个企业方向 那么这种企业方向和欧洲主要是 如说的那种整体主义的企业方向 他讲就是我们 我们都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发展得更好 对吧 但是我们所希望的这种自善或者真理 必须是要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来获得 这就是他的具名的这个思想自由市场理论 对真理的最佳解验是在于思想在市场竞争当中获得接受的力量 他把宪法或者说人类统治啊 比喻为一场赌博 因为呢 这个我们作为人都是有曲线性的 不是上帝 不是不可能全知全能 所以这包括在我们在治理国家 甚至我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在制定每一部法律的时候 都只能是建立在有限的知识之上 我们以为呢 这部法律会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最红的是哪一部法律 我们都是基于现在最 就是我们现在掌握的最好的知识 以及对这个社会 我们认为最准确的一种预见来制定的法律 认为这部法律会取得最好的效果 但是呢 这种预见必然是基于不完善的知识基础上 因为我们不是神 对吧 所以你不能装着 我这取得了说实话就是西方的议会 比如说美国的国会 这个要通过一部立法 谈判是非常艰难的 最后很可能就是一个51%和49%的差别 你能说这51%就代表绝对真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显然是笑话 托姆斯这本身 他自己的经历就可能说没问题 因为他在1919年说下这些治理名言 当时没有得到 不仅没有得到社会的福利接受 或美国政策的福利接受 在最高法院内部 他也是少数的意见 对吧 只不过是过了好几十年以后 大家才认识到 这个说的真是 这个是经历良言 难过他才我们内认知 经过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后 最后才真正的抓住了 某些本质的东西 那么即便这个时候 当然我们不能讲 我们好像就认知真理 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的认知真理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 无论是我们对人处置 个人的在社会上 对吧 对人处置 还是在政治里 尤其是在政治里 在统治一个国家的时候 不能那么自信 不能把某一件事情 进行到底 你这样做 很可能是一路走到黑 最后一直撞到南墙 撞得头晕眼花 是不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 对自己的认知能力 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这就是怀疑主 就是说 虽然我们现在尽力的 但是我们要意识到 我们自己其实是 有局限性的 我们只能说 现在 这就是我们多数人 所能达到的认知 那么它是体现了 这部法律当中 那么在实施过程当中 肯定会出现新的问题 肯定会出现很多 我们没有预见到的现象 或者是社会的这种状态 技术 科技 经济 发生的变革 或者是我们的认知有所提高 然后我们会发现 原来的法律 已经不再适合今天了 所以要对它进行一定的修改 那么我们的治理 就是在法律 行程 反思 修改 调整的过程当中 不断进化的过程当中 孔多赛 它是法国革命的一个很不幸的牺牲品 最后被处死了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伟大 一位社会科学家 那么它最早提出了孔多赛定义 就是当我们每个人的决策能力符合某些基本条件 那就是我们所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会超过50% 要比就是比如我们赌博 比如说拿一个钱帝在赌博 你说是正面向上还是背面向上 那么这就是完全随机的过程 对吧 我们人毕竟是有理智的动物 总会会比这个就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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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纯粹赌博要更靠谱一些 那么如果说符合这个基本条件 那么人越多集体决策 出错了概率的略行 这也等于是为民主决策的合理性正当性提供了论证 但是呢 不论多少人不论我们每个人的决策能力能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都不可能百分百正确 它高于百分之五十 但不可能达到百分百 因此 这个作为这个决策的作为一个集体 他仍然是不出错 对吧 就我们必须要认识到 这一方面是认识到 那我们的决策相当大的可能性是对的 但是它不可能绝对正确 永远要为这个质疑批评 反思 提供 条件提供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呢 就是 每个公民都有义务要服从法律 对吧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中国现在也经常在争论 富人不想纳税 他们因为像什么北欧啊 甚至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对富人征收高税 会导致各种问题 会导致这个投资的减少 导致资本的逃离 逃离 那么他们不同意这个 就是为了社会福利 征收高税的法律 但是呢 你作为公民 你不同意 你必须要尊重 不尊重的对不起 那国家 老二哥就会来找你 对吧 这没有问题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你必须要为质疑 批评 提供自由空间 也就是说不能扼杀 这些人的言论自由 所以荒姆斯的这个少数意见 是为 是在一个言论自由的案例 为言论自由辩护 同时呢 他的作为少数意见 能够公开自由发表 也充分体现了 美国当时的言论自由 那么这样的国家 他本身是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不认他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他这个国家 已经至少对言论自由 有了社会企业 反正这个社会企业 是建构在这种 实验怀疑主的框架之上的 好 好 就后面呢我想 这个国家企业 确实是一个不断地在 形成的过程 而且不只是形成 有时候可能会破变 对吧 这个 也许美国原先有社会企业 但是到了今天 可能对某些问题 比如对民主选举 这个民主选举本身也是一个社会企业 这个企业就在什么地方 就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选举权 我们都去投票 但是 投票的结果 不论是 你赢 还是我赢 那只要我没有发现 这个投票 你没有什么证据 去说 这个投票 有什么重大问题 那我就得接受 这个投票的结果 这就是民主的一个 关于民主的社会企业 如果说这个企业 不接受 一定要我的人赢 你的人赢了 我就说你全军武兵 你这个国家 关于民主就没有社会企业 那么如果说真的是这种情况 那美国以后也是要出大问题的 所以说社会企业 不要以为是一个保险箱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社会企业去递接 早先你这个国家有社会企业 不代表今后你还会赢 早先没有的也不代表今后你一直没有 知道吧 所以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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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天法作为社会企业的一个模本 它在实施过程当中 也会 让人民更多的去理解社会企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也许有些人原先没有认识到 但是呢 这个宪法 在实施过程当中 他看到言论自由 这个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我这个人 发表的言论很可能在这个国家是少数派 是反对派 但是呢 也得到了保证 那是否表明我也应该去尊重多数派的言论自由 到了我掌握权力的时候 我不要去压迫少数派的言论自由 所以说呢 社会契约和宪法 就是一般的法律实施它是存在于一个变政的过程 有时候呢 它可能是一个反除的过程 就是说呢 实际上这不只是在中国 我实际上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内战以后就规定了族群平等 1920年代规定了这个妇女的选举权 但是呢 很多的权力在当时宪法通过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 为什么 因为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真正形成社会企业 比如种族问题 另外 内战打完 那南方等于就被强迫 要接受族群平等 他不愿意 不愿意表明了 在实践过程当中很可能 关于族群平等 原来是有名无实 那么最后 差不多是过了100年 到了这个 20世纪60年来的时候 通过民权运动才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 那这个问题 直到今天呢 也没有彻底解决 每隔一段时间 我们就会看到 它会爆发去 宪法的核心是政治自然法 总结起来就是这个 自由 民主 和仿制 我给你们的略图材料当中呢 也说了这个社会契约和宪法的关系 为什么英国可以到今天都没有成为宪法 但是有宪法 一句话 他有社会契约 当然 他的社会契约 也是一点一点 在经历了 从大宪章开始到今天 八百余年时间 逐渐 形成了一个漫长过程 中国为什么有反过 跟英国正好相反 有宪法但没宪法 因为我们没有社会契约 历史上中国就不是没有私人契约 但是没有社会契约 我们的主流理论 无论是武家法家还是墨家 都一直承认皇帝代表的绝对的最高权利 他的这个最高权利是至高无上 不可挑战的 那么在这种制度的安排下 很难产生社会契约 我前阵子还 这过年的时候做过一个讲座 就是为什么王安石变法必断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那就是因为我们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模式 因为不仅没有社会契约 连朝廷内部精英契约都没有 那么你跟英国大宪章做个对比 我们正好相反 对吧 大宪章是这些贵族产生了一个联盟 去对抗皇权 那我们你看王安石变法 跟这个什么司马光之间这个政治斗争 都是这样 都是拼命的要去巴结那个皇帝 要说服那个皇帝 把那个最高权利搞定 然后好像 那我的这个主张就能实现 那不错 王安石一度也胜利了 但是呢 个人的胜利是很有限的 到王安石 吃事了 那被这个 变回老家了 他的变法也当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 最后就无忌而终 因此的话呢 就是这个 我想 中国宪法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 它的自所以 使这种状况 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企业 历史上 从历史到今天 一直不存在 那么最后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 一个方向 这个社会企业的基础 什么叫尊严 为什么提出这个尊严企业论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这么一些这个 关于这个社会企业和政治自然法则的 这个主要部分 像宗教自由 言论自由 族群平等 实际上 都是 反映了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基本思维 实际上也就是 怀疑主义的基本思维 那就是说 一方面 我们人是有道德 有理智的主体 我们对自己要有一定的自信 对吧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 我自己有信仰自由 我信什么 能不能让你来插嘴 我有言论自由 我说对说错 你都不能来干预我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又不是上帝 对吧 我不能搞为我独尊 我不能说你的意见跟我不一样 所以你就闭嘴 那不行 是不是 所以 我们必须要建立在一种 人格平等的基础上 我和你的人格是基本平等 任包括其中包括认知能力 因此当我们出现分歧的时候 当然 首先我不会 这个谁 无论你是谁 哪怕你是我的领导 对不对 或者你是我老师 并不因为你的辈分比我大 你的权力比我大 我就要听你的 我有我自己努力判断 但是呢 我也得承认 就是我也有可能是错 那谁对谁错 那我们就就事认识 那我等着你来说服我 我也会用我的论点来说服你 因为 因为 因此 那么 建立在这种 认知能力 基本平等的 这个基础上面 那我们就应该接受 言论自由 这个言论自由 不仅是我的 而且是你的 是所有的 任何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那我都应该反对 那我都应该反对 并不因为你的意见 和我的不一样 那我就会 就是这个认可 对你言论自由的侵犯 那中央信仰自由也是一样 那族群平等 也是一样 对吧 就我们 这个 选而易见 我们的能力 这个 我们的素质 跟族群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 那所以说 那么如果说 这个 我们在这些基本问题上 接受了 人格平等的基本理念 那 我们社会又形成一个大多数 形成一股可观的力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讲 关于 这些 基本的 政治自然法 这个社会 存在着 一个社会企业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面 我们的宪法才会有用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也正好对应到我们的宪法当中 仅仅的几条 要平等 34条 言论自由35条 中央信仰36条 我认为这也是 确实是 这奥建比 那个逐渐平等是 平等是 33条 当然还有 民主选举 一人一票 有人说 那为什么要一人一票 你在街上流浪派 为什么要给你一票 你根本就白吃白喝 对不对 那么这个又是 不尊重 人和平等 因此 也不接受 这个一人一票 中国现在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自称是 自由派 但是实际上 跟这个 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中国宪政的未来是非常不论 那么我们要这个 要从无宪法有宪政 走到有宪法也有宪政 那么就一定要接受 这个 我这样所说的尊严其言论 那也就是要能够接受 这个人格的基本平等 好的 那我就先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